大家好,本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Unity 3D音频系统的混响区组件 Revolver Zoom 它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第一个呢,是最小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两个圆 内缘呢,就是它的最小距离 最小距离呢,就是它的混响区效果开始衰减的位置 这是它的起点 那么最大的区域呢,最大距离呢 就是它混响效果结束的位置 中间呢,就是由强到弱的渐变过程 那么在最小区域以内呢 都是它的混响效果,最强的位置 还有一个参数呢,是它的预知效果 Unity会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内置混响区效果 这里有我们的城市,洞穴,房间 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它的具体效果 应用在我们不同的环境当中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最下面的这个U的组件 这个U的选项呢,是我们的自定义选项 有环境的高频,低频 我们的音效发烧油呢,可以自己动手调一下 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效果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实例呢 来模拟一下我们混响区切换的效果 我们先将这个混响区组件先删掉 这边呢,我们建一个地板 把它重置一下 稍微调的大一点 这里呢,我们建两个cube 用来模拟我们的两个混响区组件 混响区 我们呢,给它添加上 我们的混响区组件 我们把它的位置重置一下 让它的x轴呢,在10的位置 我们把它的最小区域设为5 最大区呢,设为10 第二个cube呢 我们把它的位置放在缝时的位置 我们让它露出来 给它添加一个混响区组件 这个呢,我们模拟洞穴的效果 我们给它加一个材质 红色的 这两个混响区最外缘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最外缘的混响区域是连着的 这个0的位置呢,就是它的分界线 我们模拟用摄像机 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外一个区域 可以来模拟一下 它的混响效果的切换 我们开始测试一下 我们点击播放 回到我们的圣场顶 选着我们的摄像机 然后我们将它移动 模拟这边呢,是洞穴的效果 然后我们呢,如果往这边移动呢 它的混响效果呢,就可以发生变化 两种效果切换 这样呢,如果是在它的混响区的最小距离 和它的最大距离之间呢 它的混响效果呢,会越来越淡 如果进入到混响区域以内呢 也就是它的5米范围以内 它的混响区域呢,都是最强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混响区组件 它呢,也比较的简单